现实版的狼图腾 提到内蒙古大草原 不少人可能想到的是草地上牛马奔腾的场面 然而90后姑娘杨文静养的不是牛羊 因为机缘巧合 她偏偏在草原上放弃了凶残的狼 谁能想到一个20多岁的大姑娘与狼斗智斗勇 当狼咬住她的脖子 她就掰开狼的嘴巴 杨文静与狼共舞 既危险又有把狼制服得乖巧的一面 人们为之感到震惊与佩服 而被狼捂伤咬伤难以避免 最严重的一次 她甚至被咬破了血管 然而与狼群朝夕相对 人与狼彼此成了亲密的朋友 通过直播养狼 杨文静竟然改变了狼在人印象中的狡诈 凶狠冷酷的形象 取而代之的是种温暖 她还意外地收获了三百万的粉丝 成了2019年快手上最吸睛的网红 在快手网很火的养狼的姑娘文静 真名叫杨文静 1993年出生在内蒙古阿巴嘎齐别利古台镇 旅开学校后 她原本在当地的旅游公司工作 这里是欧亚大陆的样板草原 中国四大草原之一的西林郭勒大草原 野花繁盛 牛羊成群 蒙古包星星点点地洒落在蓝天下 杨文静的生活很惬意 2017年5月 杨文静在草原上遇到了两只流浪的小狼 他们不到两个月大 看上去又瘦又丑 眼神懵懂 杨文静知道 如果不管 他们将很难成活 于是就决定收养他们 恰巧 那时杨文静公职的旅游公司 要与一家狼园合作 杨文静是个喜欢探索 热爱自由 野性狂放的姑娘 于是 她主动请营去养狼 不料 杨文静的爸爸妈妈知道后 却死活不同意 说放着底面的工作不去干 去伺候那凶残的狼 太危险了 杨文静耐心地跟家人解释说 如果没有狼 这种食肉动物制衡 草原鼠和野兔等动物 势必会大量地繁殖成群 这样 就会严重地影响 草原植被的生长 再说了 自己从小就喜欢犬科动物 觉得干这活 比做办公室更开心 经不住她的软磨硬泡 父母只好妥协了 妈妈对她说 万一 你脸上被狼砍一口 将来还怎么嫁人呢 杨文静听了 却哈哈大笑 后来 女孩又通过牧民的帮助 收养了一些流浪的小狼 杨文静说 刚养小狼的时候 有一只不吃东西 把食物塞到她嘴里 都会吐出来 后来 她每天都站在笼子门口 和狼说话 说话的时候 用自己的眼睛 看着小狼的眼睛 杨文静想通过眼神的交流 让小狼慢慢地和自己熟悉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 小狼放松了警惕 觉得杨文静对自己没有危害 逐渐地对她信任起来 也开始吃东西了 为了与狼亲近 杨文静可谓是费尽了心思 她把自己跟小狼一起关在笼子里 整天地低头弯腰 也由此患上了颈椎病 胜任了这份工作后 渐渐地 她觉得自己和狼相处很融洽 为了与狼亲近 就索性从旅游公司辞职 专门来养狼 因为担心被圈养的狼 失去了原有的野性 她还会带它们去野外练习捕猎 别人都是遛狗 她遛的是狼 虽然狼也喜欢和她亲近 但它们毕竟是一种凶猛的动物 所以每天与狼共舞 被误伤咬伤是在所难免 有一次杨文静出去遛狼 对其进行野化训练 由于附近正在施工 她怕狼受伤 想去阻止狼进入这个区域 明知道从后面抓狼是很危险的 但是由于心里着急 还是从后面抓了狼 狼受到惊吓 回头一口就咬在了杨文静的右手手背上 她的手当时就肿胀出血 幸好狼认出了她 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平时回到家里 杨文静总是报喜不报忧 常常给家人讲她跟狼之间的趣事 主要是怕爸妈担心 但是2017年10月发生的一件事 还是被父母知道了 那天 杨文静像往常一样进狼窝喂食 当天 她穿了一身新制的蒙古袍 袍子在负责缝制的牧民家 沾上了点羊山味 杨文静没有留意 进狼窝后 一头狼闻到山味 便围着她转 突然咬住蒙古袍子的下摆 直接往后蹬 拉着她 走出了好几米远 最后向前一扑 一口咬在了姑娘的大腿上 身边的人顿时被吓得目瞪口呆 那一刻 杨文静疼得泪水 在眼眶里直打转 她回头狠狠捏住狼的鼻子 狼被捏疼了 才把嘴放开 有趣的是 没顾得上看伤口 文静把那头狼摁在地上 像训小孩似的说 那个白眼狼 咋能咬我呀 说了一会儿 疼得实在不行 才放开了狼 不过 杨文静 没有去医院 回到家一看 大腿上一处 食指长的咬痕 没有流血 狼牙的力道 被两层裤子 与一层蒙古袍子的布料抵消 留下了 十来公分的 青黑色鱼青 养了四十多天 才完好乳出 得亏是在冬天 如果发生在夏天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期间 杨文静也遇到了许多困难 他刚开始养狼 是没有收入的 而这些家伙又是肉食动物 他给狼吃的食物 一般都是鸡鸭或者羊肉 这么多只狼 一天要吃掉几百斤肉 冬天气温低 水容易结冰 狼员也没有自来水 他就每天去几公里外的水井 给狼打水 此外 住在地广仁西的草原上 购物不便 杨文静每周要驱车 前往一百二十公里外的 克什克腾奇买肉 他只有一辆小车 一次最多能装回三五百斤的肉 夏天不能多买 每天购回当天的用量 冬天相对省事 多买一些 搁在室外 不用担心肉变质腐烂 把肉载回狼园 杨文静把动得硬邦邦的肉块 马到小推车上 推到住藏的地方 再将长方形的肉块抱下车 落起来 肉块沉 而且动手 杨文静搬完以后 手动得发紫 但是 这种程度的疼痛 不足为道 他在狼园的蒙古包里 支起了炭火炉 炉火旁坐一个小时 也就缓过来了 有一次 一只狼走丢了 杨文静和他的朋友 在富满白雪的野外 找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 杨狼付出那么多 又危险又累 其实杨文静也无数次想过放弃 但是 每当看到狼 远远地跑过来 对他亲热的样子 他觉得 简直太温暖了 所以 就非常舍不得 还是想继续养他们 那么杨文静和狼之间 还会有什么样的趣事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 主播播的 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 谢谢您的声' along 谢谢您的声儀 感谢观看